那么经常告诉我们 世尊的法运 是一万两千年 正法一千年 相法一千年 我法一万年 正法 戒律拯救 相法产定陈旧 末法 净土陈旧 我们身在末法 修净土就对了 那么经上还有一个 五 五百年 精干净善有 大家常常躲地 五五百年 是第一个五百年 释迦牟尼佛灭后 正法 第一个五百年 戒律拯救 真正持戒就能证苦 成就是正苦 没有正苦不算成就 那想法 这个第二个五百年 禅定陈旧 禅定陈旧 人的根性 比不上过去 退化了 那直接 不能正苦 要修定 那么这两个 是第一个一千年 正法 相法 前面的五百年 读文 陈旧 这个时候 佛教传到中国来 所以中国的佛法 非常兴旺 禅宗 是这个时候传来的 世尊想法 就是世尊灭度之后一千年 佛法传到中国 那么禅宗对中国影响 一千年 但是真正有成就 是在前面 一个时期 前面五百年 那么后面五百年 禅禅 得定的有 开悟的就少了 禅必须要 大吃大悟 明心坚信 坚信 臣服 法身菩萨 才算是成就 没有坚信 只有禅定 不能算成就 这想法 所以 世尊的想法 前五百年 读文 经教 各种各牌 祖师大德出现 留给我们 许许多多经典的 读解 提供我们做参考 那后半时期 研究经教的人 越来越少了 兴趣转变了 改妙 踏妙成就 后五百年 过初道场 建造的非常壮严 然后进入到末法 末法头一个一千年 过去了 现在第二个一千年 开头 末法是什么坚固 斗争坚固 活活的身团 找不到了 我们身在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 往下去 我刚修佛的时候 很担心啊 那这样下去 佛法被灭掉了 我向张家大师请教 大师告诉我 佛法不会灭 但是 有心 有衰 齐是心 弱是衰 末法这一万年 这个心衰不断 像波浪心的 现在衰啊 衰到几处啊 张家大师教悟 用意就很深 一定要有 学释迦牟尼佛的人 佛法才能够维持下去 要不然就灭了 现在人才缺乏 如是道 统统都缺 啊 如是道 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 所谓的汉学 啊 汉学包括 如是道 我们看到 少林寺有一块碑 啊 这个碑啊 我们有他本 将来这条馆长 啊 三教九流 混缘土 什么意思呢 中国人 中国人所接受的教育 男女老少 不外乎 如是道三家 如以孔梦 为代表 舍以释迦牟尼佛为代表 道以老庄为代表 五千年的教化了 就这三股力量 扭成一股 一二三三二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